好,又坐下了 校旁,好 開 玩具TV,第十一季第六集 基於我會坐的士回家的情況下 我會繼續玩下去 剛剛今天新鮮熱辣,在旺角入手 下午我問時有些店舖還沒回來 你說五點鐘,所以我又瘋瘋瘋,六點鐘下班 我特意問他,我找人幫忙,四點鐘去到他還沒回來 淘大那邊還沒回來 什麼叫新鮮熱辣 你比我更加熱,比我剛才給我一支麥克風的暖度 他本身在還沒介紹一隻 Youtalaman The Animation版之前 都想大家留意一下,這盒是三百多元 但是坦白說,本身的QC是一般的 所以大家在入手的時候 特別要留意銀色的位置 很多,很容易花 是,而且花得很普遍 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花位 還有它的銀色是在紅色上面噴的 所以你一刮花,你就會看到紅色 很顯眼的 所以這一隻我其實很認真地選了多久 Anyway,都感謝店員 這麼有耐性給我,不斷搞來搞去 還要被人欣賞 回來了,德哥幫我買回來 真的可以再說一隻 其實第一個問題,通常人都會問 這隻跟之前那隻有什麼分別 嘩,差天共地 其實兩隻真的 其實很簡單說 上一隻,頭是一樣的 但是上一隻身形是全錯的 你想想看它的胸 又扁,然後腰完全沒有腰型 握得只剩下一顆蛇 然後大腿沒有大腿型 真的,不是那些魚蛋沒有魚味那種 但是它真的差很遠 你看看這些手臂形狀 這些腰型全部是一個極大的提升 因為為什麼呢 很簡單告訴你 因為其實它做這套Animation 那時候不是3D的 是 在做這款產品的時候 是3D file提供的 你會拿到它套契機裡面 本身有的File 所以如果它拿著那個File去拆 除非你真的功夫很差 不然你也不會拿得很遠 因為它一拆 其實都是跟著那個CAT圖去拆 所以變成一些關節位 你因為這套東西都是用3D製作 所以變成它的可動 一些動作 其實都是根據那套3D的模 去砌出來 所以變成它 其實它將它 數據化完之後 做了產品 相距也不會很大 造型上不會差太多 不過就是可能很多間不同公司 去做的時候 那個做法就是有意義的 但是 這個造型 我個人來說 是真的沒得受 其實我很少玩SHF 這些太小的產品 很少玩 而且我以來覺得 顏色上面 我是要求比較多 所以就少買 但是這個我是 急不及待見它 一出就要特意出去 因為真的很英俊 不過本身當然 如果說外型來說 其實就沒有什麼挑剔的 不過反而 它跟官圖去比 它的銀色 其實我就覺得是有點失望 其實它的顏色也是 真的披得很漂亮的 它 閃亮亮之餘 沒有什麼粉狀的面 在上面 是很帥的 我真的不是很想這樣比 但是 你看回 我又覺得 你算不算欺騙觀眾呢 在顏色上面 我覺得是 是的 是有一點的 但是當然 你說真的拿著這隻 玩的感覺 是好的 是很實正的 交給你們 一想 可動性 其實大家看到 這個肩膀去到 整個身形 真的很漂亮 我個人來說 是很喜歡 我們看看可動 頭可動 其實頭和舊版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一般 頭可動是低的 為什麼呢 它這個版本的頸子 粗了很多 人味 重了很多 左右也算是這樣的 左右多的 因為它下頸的位置 拆得很漂亮 但是你看到 其實兩條頸是兩邊 一個是貼著頭 一個是貼著胸 但是它那個 粗又拆到這樣 都有這個可動 我自己來說是很好 因為它下頸這個位置 也可以動那麼多 是很棒的 然後 其二就是這個 腰的可動 我們先把手 首先 上一個版本 腰是不可以動的 是接近零可動 因為它本身 這一塊腹肌 左右了整條腰的動作 而且軸心是有問題的 現在這個版本 胸已經扭到那麼多 沒錯 接著下半段 這個 OK 不差再看完 本身其實它這裡 都有一個筍位 它是一個波頭 變成一個波頭 就可以吸回去 就可以做一個可動 粗暴了一點 所以我先把這個 放進去 你看它這個也挺有趣 它這個波杯是斜的 斜的 可以更加遷就到它的動作 原來它除了上胸 下腰之外 它中腰也有個關節 所以看換它TV 就好 就是拆一拆件給你看 它是斜咳的 對 斜咳的 你會看到它這個中腰 也可以接一下 它是斜咳的 那條腰 有了 看來這個位置 大家要小心玩 我們 扭一扭那個波杯 它沒有斷 它沒有斷 它就是會發出一個 鬆一點點 奇妙的聲音 對 它是可以這樣屈進去的 那個腰本身 不過我想這個位置 要玩得很小心 你看到它呢 你要先對一對位 因為它原本是可以 整齊的 你要拉高它 讓它過 這個位置要過 這個位置要過 因為腰部還可以拉長一點 對 其實有一點點像 對不起 裝回這個蓋 時間關 它本身的蓋 會不會黏死的 不行 它是波頭來的 我想它有一點可動 走一走 下面也要的 變得像穿衣服一樣 可能裝這個 就要有一點小心 還有 它用來做遮醜 對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是一個遮醜 對 玩的時候也有機會會撞到它 你看到這個中腰 有一點美 大家小心玩 這個肯定會花的東西 哪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它是動的 中腰 我起初都不知道它可以動的 但是剛剛玩 突然間斷完 分開完之後 就知道 可動的 另外一件事 大家玩很多ultroman 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 都是可以動的 這個褲子 就是這個底褲褲子 但是這個褲子 是硬的 所以你玩的時候 自己避開了 它是不會被刮油的 所以你一放下去就花了 所以抬腳 你自己小心點 這個位置 它是可以拉下來的 這樣就拉了先抬 這些拉膏 大家都很異熟能長 有這些水平轉 水平轉都很OK 就是一般這樣腳 OK 不然可以盆膝 沒錯 然後呢 這個腳 腳的可動 我覺得腳形有少許怪 它有少許後半段咬了 我猜它因為做可動的時候 將它整個軸心向後移了少許 所以腳你看上去不是很直 然後呢 腳我們咬 它不算可動非常高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尺寸來說 或者在擺姿勢上面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這個褲子 它有少許可以動的 用來捕一捕 遮一遮醜位置 嗯 放回這隻腳 前面這個格 和大家經常玩1比6 都是一樣的 這個位置 腳樓都可以揭起 然後呢 腳分了一個向前轉的軸 一個側轉的軸 向前轉的軸 是這樣的 我覺得都足夠 我猜平均應該有30度左右 然後側轉 這個可能會遮遮 側轉是這樣的 好大喔 都不錯的 例如放一些比較厲害的 對 抹到很大 它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向外轉就少一點 因為它呢 其實是剪了一個花紋 來做這個動作的 不過 在這樣的尺寸的東西來講 我都會原諒它的 還有本身你 前護腳護甲 和後腳護甲 蓋了 變了就不覺得 還有後腳護甲 其實是可以動的 不過就非常之少 嗯 可能做少少動作這樣 另外就是這個前掌 鞋頭 即是它這套戲裡面 它經常做一些蹲的動作 所以它就可以做 你的腳掌是膠還是金屬 是膠的 是膠的 現在SHF很少做合金腳 然後呢 肩膀就是它做死光手的賣點 肩膀 其實它本身有少少拍不齊手 不過就是這樣說 正常人類的手都拍不直 對 沒錯 越大隻拍不直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胸腔本身會頂住你的骨架 手臂下來 所以你說這樣 我可以的 不過你如果真的很想放直 你可以把它咬大 咬出少少 然後都可以放直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它這個肩位 它可以轉得非常之多 這個很肩 它就是用來放一些死光手 即是翹手也沒有問題 翹手、死光手也是 這個我們稍後再玩 然後這些一般擺手 這些就完全不成問題 而且這個關節非常之緊 緊到我有少許害怕 不過都補充少少少 始終它是跟回這個 就是 Yutaramung裝甲呢 你在這個手刮位 不會有一個打橫切的關節 所以它就變成只可以 靠手肘這個位 盡量和靠底位 去盡量做回左右動的動作 其實它全部都做了在這個部分 它將它分了一個 把波頭在上面插 然後這裡 留一些避空位置給它轉 但是其實它轉的時候 是會被這東西刮花的 所以大家玩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它沒有什麼避空位 所以 為什麼它這個位置 要被你拉這麼多 其實就是因為 它根本上 它轉不到這個水平 是硬地把它拉出來的 所以就 玩的時候 就自己小心 但是 你放這個動作 就花了九成 因為你銀色這些位置 很容易插 對 沒錯 另外就是 這個位置 也很實 其實它轉這個位置 好還是不好呢 我覺得太實了 而且它的聲音 令到你有一種 很害怕的感覺 戰略的感覺 這個也是 這個手的關節 其實都 OK的 我覺得造型上 都不是太差 拳頭也是 一些 它本身的單軸 大家玩開一比六的話 都會知道 我會覺得 整體來說 都很足夠 我們看完本體 就可以看看其他東西 這個是Type D的裝備 它就會多了 因為 劇裡面 其實它的背部 是可以爆甲 然後飛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它手掌上面 是會有一個 新的 一個類似Ironman的裝置 就是用來做什麼 是用來出這個 應該是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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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左手 這是右手 這個 是圈了這個 嗯 有點危機 這個 本身那個 就是 補充位 其實都不是 那麼 那麼 穩陣 它其實是拆了拳頭 之後 它本身這個Effect 件上面 有一個圈圈的 再套在手上去 它就配合著 剛剛好 它手掌有一個圓形 它的圈就在圓形的外圍上 那 其實很棒的 就是我 你玩Ultra Art 很多人都覺得 那些Effect 件是很吸引的 因為它全部 那些雕工很漂亮 造型很漂亮 還有它 很多手型 給你去配合 去做它出來 所以 其實我之前沒有怎麼玩的 但是 開始看這個系列的時候 就會發覺 哇 真是很有心 對於SHF來說 SHF是賣配件的 但是Ultra Art 是賣特效件的 是非常之正的 所以 它其實現在都已經是SHF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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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SHF 它不是Ultra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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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真是可惜 那 在擺帖子的時候 這個 舊版的光印 就是 手背上的光印 都是有的 左右手都是有的 另外 它還有一個套件 是 用來裝這個 新版本的死光 因為舊的好像是短一點 還有後面是有爆的光環出來的 咦 裝死光 怎麼 不是這個 我已經裝上去 這個就是它的新版本 另外 在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 為了節省時間的關係 我們直接在這裡裝上去 嘩 厲害 沒錯 是很把炮的 你看看這個長度是這樣的 一計兩尾 沒錯 而且它 你想想它 這麼小 是夠力 也夠位 沒有不舉 沒錯 是很勁抽的 其實我 這個老光湖 也是先拔起來 是 我自己是 對這隻來說 我很滿意 因為 這個價位 不用四個水 三七八 又便宜 然後 造型 很漂亮 擦可動 OK 其實整隻 唯一的擺筆是 頭不漂亮 頭是舊版 我自己覺得 正面的位置 窄了少少 它把兩個面盒 搭得太近 所以 有點像魚頭 但是 其他 新型造型 是真的 不一定的 不過 唯一是 紅色 紅色和銀色 其實都差一點 不過 將來 會不會有一個 全電導板 或者 這個 界限器 解除板 大家心照 對 我們這裏 都掛上去 希望 不要太貴 荷包有限 是 好 那麼 有沒有朋友 有問題 沒有什麼 好 又 玩著 這麼多 盡定一波 好 好 來 差點 沒有嗎 既然是這樣 我給大家 看一看 角色 我們本來還有這個 可以拆的 不知道 還有一隻 拉打 對 時旺那些 都還沒包 所以 算了 讓生路 我們走走 明天還要上班 好 我們搭的士走了 跟大家說 拜拜 今晚真的玩完了 好 再見 拜拜 夠豐富 拜拜 拜拜